因為我目前是在大部分的時間 我每個月要到台北來一趟 去漢字電台講戰爭史 我大概每個月來這邊講一次 等於是每個禮拜講一次 但是我都是錄音嘛 都預錄 所以我說大概每個禮拜一次講戰爭史 第二個呢 我就是在我們的《青年日報》 大概每兩個禮拜我寫一篇 戰史的一個簡單的專欄 跟讀者做一個分享 因為我個人本身從事研究戰史大概十幾年的時間 那我所從西方的戰爭史到我們中國近代的這些戰史 都有稍微一點點研究 那我自己曾經幫高中的軍訓課程寫的 《國防通識教育》 這部分是幫一個出版社寫的 但是我記得那個出版社好像 沒多久他就沒有倒啦 只是那個賣爆 他就賣了其他的書 那個出版社叫《中國之印》 就是經常出的叫《兵器圖解》 也許可能你們老師知道 那我幫他們寫高中的《國防通訓課程》 所以這個《國防通識教育》這部分 我當初我幫他寫了這兩次 這一下是我個人的建議 那現在我就要開始講解這個 我們今天的一個引擎 但是想介紹一下